阿弥陀佛 第3批事件当中,就是整个气世界和有气世界 整个气世界降的时候,就是用事件来分量 用这些事件来分量的时候,我们前面有一个年月日 也就是说年上面的终结、大戒 现在前面的戒有80个重戒,就是大戒 我们经常说的,所以这些佛教当中,有时候是 比如说厄规、帝约的庶民,全这样的事也是中戒、大戒 经常这样遇到,所以今天我们将住戒与大戒之间的差别 中戒既同无两岁,知之人所适岁见 下面就是将住戒,是中戒还是住戒?应该是住戒吧 前面是称戒和坏戒都已经讲完了,这里面叫住戒 称住,外坑里面的住戒 住戒的话就是人从无两岁到最后直到四岁之间 然后最终上僧为一次,最后还要上僧,中间有上僧下降 中国有十八字,然后上面的下降和下面的上僧 全部加起来中国有二十个中戒 彼当素戒八万戒,如是一城次世戒,乘出二十宗戒也 那么这个世间住戒的话,实际上是中戒有二十个中戒 中间有二十个中戒,臣诸坏戒也同等,臣戒、住戒、坏戒、控戒 就是臣诸坏控的这三个戒,这四个戒的话,实际上是同样的有二十个中戒 因此我们称之为臣诸坏控的戒,八十中戒一大戒,就是对一个中戒 主戒有二十中戒,每一中戒的量从人十五两岁见到八万戒之间 这个是这样的,最开度的时候人从五两岁到八万岁 然后八万戒在前到十岁之间为一个中戒的人 开度的时候它只有下戒,没有正常,这个大家也记住 之后上升到八万岁,下戒到十岁之间也是一个中戒的人 所以中戒有十八个中戒,十八个中戒的话它又上升下降 就是三位一个,这样的话中共有十八个中戒 然后最开度的时候只有下降,人数八万岁到四岁之间 最开度的时候是这样的,中戒的话有上升下降 如是上升下降算为一,如是有十八戒,十八中戒 所以上升为一中戒,最后上升为一中戒 那到底如何上升的呢?从十岁到八万岁之间 八万岁之间,所以我们一般佛出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从八万岁,以前我们的现金佛当中有很多佛 有些是人数八万岁的时候出世,有些是人数四万岁的出世 比如说加一佛,人数二万岁的时候出世 那么实在无尼佛的话,人数一百岁的时候出世 所以一般获出世的话,是下降的 那么俗中二级是单独的,中间是完缓的 这样一来,不是有长短的吗?你看上面的话 人数八万岁到十万岁都是算是一个中戒 然后中间的时候,八万岁到四岁之间 由十岁上升到八万岁之间是一个中戒 这样一来的话,中间的那个应该会不会唱啊? 然后这个开度和敬畏的这个中戒呢? 会不会世间很短呢?有没有这种过程呢? 他说没有这种过程,没有这种过程 因为初中而解,世间是过得患难 中间过得非常的快速啊,快速的连过 所以中间那个虽然是由八万岁到四岁 四岁到八万岁之间有这样的过程 但是这个世界呢,就是过得特别快 就是所以呢,就是一般差两百亿一样的 就是过得特别快,所以没有这个过程 如此行程的,世间诸于二十中戒 时间、行程、毁坏和灭空 别都是同样有二十个中戒 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是二十个中戒 作为是春秋快空的每一个中戒呢? 就是都有这样的 然后八四个中戒呢,就是称为是一打戒指的 分在某个像摩东荣博他的科班当中呢 就是把这个中戒和大戒是分开的 但是科班上面要分的话呢,下的话呢 就是好像这个没有很大的必要 就是,所以是这个刻在一起的 咱们当中是这样的 下面呢,就是第二个问题,习俗 呃,大戒指这个庞俗和白戒指的庞俗就是分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佛陀出世的情况 圆队出世的情况和专门出世的情况 就是分三个方面来照 这是这个庞俗的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宣宿戒的时候呢 就是佛陀,就是我们这个佛经当中说是佛陀 是三个二十七戒 三个二十七戒的话呢,三个无数个戒 三个无数个戒 三个无数个戒的话呢,这里面所有的戒呢 就是是大的戒 就是大的戒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随便就宣说了这个道理 那么佛陀出世的情况呢 三戒无数戒先称佛 下检拜随自检出世 那么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 这个积累了三个二十七戒 三个无数和这个二十七戒呢 就是五个戒的一个 那么三个无数的这个积累自来以后呢 就是它先是这个称佛 先是称佛的时间呢,就是它在这个 人数下检的时候 这个人数从八万岁到四岁之间呢 这个佛陀是出世的 这个 所谓的秦国三无数戒 积累次量而称佛 真理的戒是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的是三无数戒 总积累次量而称佛 就是指的是三大的这个无数戒 就不是那个重戒 是大的这个无数戒 如果是无数呢,不是以三项目的 如果是无数的话那就是刚才是三个无数戒的话呢 那么这个三个肯定不是无数吧 无数的话那就是不是三个吧 难道不是相为吗? 没有这种过失 此处的俗并不是所称为不可能积所而所为无数的 我们这个三个阿僧基 三个无数戒呢 并不是说是根本没有这个无数的俗 不是这样的,不是无数无数 而是刘始祖称为是无数的 它是那个一盒面有这个五十九个令 就是五十九个令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中共有这个刘始伟吧 刘始伟的这种宿呢 就称之为是这个无数 所以在这个无数的话呢 我们这个俱世伦的字式当中就是都有这个它的名称 就是 所以现在很多数学家呢 就是人认为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下的这个名称 就是 因为现在实践人的话呢 过失别千万就是他就到了一地的时候 再就是 没办法给他去除什么这个数目的一些名称 但是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 就佛境当中呢 就是比如说佛境里面的这个光大云雾基呢 很多境当中呢 就是专门把这个刘始伟的这个数字呢 就全部都是不同的名字来这个表示 是吧 也不同的名字 其中好像有八位数呢 就是没有这个真实的名字 因此有四五年性的那个 就是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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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却八个数字的名次,其他的都有五十二个不动的名次 第二数字,这就是名次前的很多实践的一些数学家 都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下定义 数学的这种概念说得非常清楚 因此他这里说的这个无数节是这么多的大戒,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里的这个大戒当然都是小乘的一些说法 像那个荣书马哈班子达和全职无奉等等很多书里面说 所谓的这个无数并不是真正是这个无数的这么长的事件 而是这个终生的戒系与运有这个无数的这种分别链 有无数的分别链按照这样的对应来说出无数戒 实际上就是不需要那么长的事件 要一个人成果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三个无数个大胜集结的话 你一个戒的事件也是现在用人的书名来分量的话 人的书名有些人都是衡量了 现在用这个人的数量 就是原来有一个人他在有些树里面的时候他用现在的这个人的这个年龄来这个计算 但是计算的话呢 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无穷的年龄 无穷的这种数字 是一个偏远数字就是实在是无法难以想象的这样的数字 所以真正我们需要这么多的戒当中要积累责量的话呢 恐怕很多人都没有信心了 但是实际上他这里这个无数戒呢就是终生的分别有不同 这样的无数戒呢 实际上是并不是真正是没有数字的 如此 所谓的这个无数戒呢 也并不是真正那个数谓的 这是我们大圆满前夕 不是大圆满前夕 是大圆满前夕 其实大数当中也是有这个明确说明的 所以那个就是如世卫这个数呢 就是称为是无数的 那么佛统在何时出世呢 上真是不会出世 原意是那时的众生对这个人会不会生起厌的性质 因为当时呢这个世界就是越来越正常的时候呢 众生对人会不会是厉害的 从八万岁以下见到开始 人数百岁之前获得出世的 这个百岁之前的话呢就是获得出世的 这以后不会出现 因为无数集体性成这种特别的赤神 以无数太赤神的话呢 佛统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呢 但是也会有点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 众生不能堪慰佛法之法旗 我看那个弥勒菩萨的话呢 就是这个众生这个见到四岁的时候 弥勒菩萨的这个发现呢 就是给他们宣讲那个戒撒房圣的这个功德 以后呢就是猜优伤生到八万岁 就是也有这样的 在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个百岁之间的话呢 就获得出世了 从此以后呢也不会出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众生的烦恼太胜了 所以这个怎么样这个众生出世 也是实际上是不能堵涂众生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那个佛陀出世的情况讲的 原居出世的情况 原居正见皆出世 宁交一白戒得多 那么原居这个不像这个佛陀 佛陀的话呢就是只有这个 宿命下见的四分呢就是太出世了 但是原居的话呢上阵下见都可以出世的 而且宁交一闭于主 大家知道就是从军军这个斗绝和还有这个宁交一闭于就是斗绝有两种 宁交一闭于斗绝的话呢就是它是单独这个自己就是对一块人和三知识者 也会借助这个其他的宗舍 他自己的积极的地方获得这个他的宗舍 他呢就是经过这个一百个大阶当中呢获得了他的宗舍 说明原居也只是下见的时候出世吗 不是所有的原居在上阵下见的词都是这个出世的 那就是军出世 原因是他们主要不是为了你他 而是主要是为了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的话呢 他是那个上阵下见的时候呢都可以出世 那么积累多少资料才能获得原居过位呢 宁交一闭于斗绝在一百个大阶当中积累资料才能获得了 他不是重的就是 所以原居呢就是一百个阶 多多呢就是无数的大阶就是我们这个显著的很多经典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 但是这些阶的话呢就是也刚才所讲的一样的 可能有些人呢哎这么多阶的话呢 你看一个阶的这种世界都是我算不清楚 那么这么多个这个都要说是无数的天道路这个要积累资料的话呢也挺困难的 有些人是这个失去可能信心 但是这个呢就是很多大乘的纪念 无过的这个教言当中呢都已经这个讲了 就是也不需要那么长得 从先从自动的观念来讲的话呢 也都需要这么长的这个事件呢 获得成功 获得这个成功 下面是专人网出事的情况 诸专人网出事的话呢就是不会有业过这个人八万岁之前 诸专人网出事的话呢就是不会有业过这个人八万岁之前 不业人网出事的话呢就是不会有业过这个人八万岁之前 云so专人网出事的话呢有金、引、铺、铁、钻、铼、钻線网 就是有四种钻人网 他们分别筒子这个 四大肚珠、三大肚珠、二、一大肚珠 和一大肚珠 就是分别通知这麽多个地方 然而不共臭鹜仑格固 那么两个转邏王是不可能共从这个世界当初吊虐 就叫伏托一样的 他饮自王有 Salvador 他们的这种对其他扩胜的方式是这样的 他隐和自网 还有菩萨昌 愚别兵器 圣舞 还愚别兵器 圣舞 还愚别兵器 是通过愚别兵器的方式来讲 这个相当解释的意思 我就不一定在苏词上意义地讲吧 但是也都是众生和圣海证的众生 能热相 正宁愿生 能热相和专人王的相 就不同的 人人佛陀的这个相法的话 它是短静的 明年的 然后还有圆满的 一进湾 远远胜过的这些专人王 专人王出世于是不朝野人数五两岁至八万岁之前 原因是在此之间 终生不能看为他的圆满霸气 专人王出世的话 一定是在过了八万岁以后的话 他就不会出世的 为什么叫专人王呢 因为依靠华伦 同志四大部队 大家都知道专人王这个度化众生也可以说 专人王他当时出世的情况的话 他是住在他的华伦上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四大部队和所有的华伦自然而然 这个陷陷在他的面前 因为他的这个不保败信 所以称之为是专人王而故意的名 专人王共有四种 以金专人王 英专人王 金专人王 贴专人王 他们就一个队来说 积极专人王这样通常移住他 移住之不可能通时有两个专人王出世的 在一个队大部队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当中 两个专人王不可能通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具有无以为比的互比之之谷 就像说国土一样的 国土也是在一个队当中 不可能有两个国土出世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积极专人的大树当中也有一些掺索 比如说 那么佛陀 怎么两个佛陀就不能通时出现呢 在一个队当中 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界当中 一个娑婆斯基当中的话呢 就是具有像好的那样的佛陀 不能同时出现的 但是呢 在佛陀的交发当中有很多人的称呼啊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就像释迦牟尼佛那样 就是只有三十二号八十项的 就这样的这种佛陀呢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树神化身 这样的这个树神化身 并且呢 就是在这个现实当中 先是十二项 两个那个佛陀呢 就是同一个世界当中呢 就是不能出现的一次就是这样的 不然的话呢 我们有些人 比如这样像啊 就是佛陀那个在世的时候呢 有很多这个大成就之后 然后那个 就是也获得这个佛陀的 还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这个民族三建论里面说 这样的国安安藏佛陀呢 获得惯令的同时呢 就是它已经获得了这个佛陀 那么是释迦牟尼佛陀的加法下面就是已经获得了佛陀 而且我们在这个阶当中的话呢 有一千个佛陀也是出现 除了一千个佛陀以外 还有这个世界七大佛等等 很多个佛陀就是出现 那么这个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呢 就是一个素色华生的这个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当中呢 真正具有这个三十二相 或者是这个先是十二相的 先是十二相的两位这个佛陀呢 就是不可能同一个 娑婆世界当中出现 就是应该这样的理解 那么专论王如果胜负这个朱方呢 在这个初始的那一天呢 金专论王收藏进解 当时金专论王落入他的这个 就是金专论呢 就是落入他的树当中 与此同时空中也是传出原 心 仪 前 的专论王之心意 就是在空中传出这样的声音 结果金专论王呢 就是突然就是痛哭而起 结果主 就是一些他的父亲的这个效果呢 就在彼徒前来应结 金专论获胜 他是这个 他的很多宁国呢 就是赖到这里来就获胜了 这是那个金专论王这个故法 也可以说通知这个对方的银专论王吧 金专论王呢 金与亲子前往他们的面前 颠倒获胜 就是颠倒获胜 他是这个需要前往这个别人的这个宁国去 就去完了以后呢 就是慰望对他们作战 然后就获胜了这个战争 然而同专论王呢 就是平级来到他一年前 被开战场的绳子 被开战场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获胜了 且专论王既是准备下降 平级 就是这个时候他还需要这个 就降下这个兵器而获得 而获得 结果对方攻击印度 他是这司送专论王跟印度 根据他们的珠宝不同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 这些专论王虽然获胜 但不会不会 不会这个伤害人和众生的性命 这也是由于他们也端出了事不散也的怨恨 所以呢 他一般就不会这个害身和众生 还有那个佛经当中的话呢 就是不愿叫金专论王 然后除了这个金专论王以外 其他的呢就是没有这个体 有些这个僵义里面呢 就是说 这是为什么 就是佛经当中为什么没有这个金专论王以外 就是其他的没有 但是有些这个僵义呢 就是说这是主要而言的 就是因为主要是这个金专论王 那么其他的呢 就是并不是不存在的 就是有时有 这个国是不是主要而言的 佛经当中呢 就是很多佛经当中呢 还是有这个专论王的有些这个记载 比如说以前那个苏加姆尼佛呢 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是扎塔 扎塔地方呢 他在三个月当中 就是这个唯一的这个相由那个 那个马亭所适用的这个威妈的那个事物吧 他一直这个是这个威妈的事物 那么这个事物呢 按照肖琴的观点来讲的话呢 他们说是释迦牟尼佛这个该述政府的一部过法 他的严理现象 他是严果报 就是这样承认的 然后这个达琴的达弥方便记里面呢 说是这是这个佛多呢 就是专门为度化这个 五百个马亭 五百个骂呢 就是他要度化这个 所以呢 他是专门到哪里去 但是当时呢 因为释迦牟尼佛当时 就是每天都是吃那个威妈的那个事物吧 那个事物相容的时候呢 当时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每天都是对他的事物呢 就是做这个亲礼 就是做干礼 就是比较这个 但是因为这个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要相容 释迦牟尼佛要相容的话呢 他就亲了一个余人 就是让他一起把这些事呢 就是做这个 就是做什么 就是做那个 西进吧 就是西进 当时呢 那个 那个 书县呢 就是他那个那个 那个女的呢 就是他就不太这个愿意发现 原来那个舍迦牟尼佛呢 就是对他讲了很多这个 这个专门王的故事 就是基督王的一些故事 基督王的故事以后呢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他就特别特别的愿意 就是后来他也随后就发愿那个 这个博亚这个专门这个专门王 可能那个舍迦牟尼佛 回来以后就告诉这个 这个释迦牟尼佛 告诉这个释迦牟尼佛 告诉这个释迦牟尼佛 以后呢 释迦牟尼佛就是批行了那个舍迦牟尼佛 就是你不应该讲专门金人王的故事就是 因为你讲金人王的故事 他都发愿那个 就是自己的 编成那个金人王 你如果给他讲佛陀的故事的话呢 就是 他就会这个 罢愿就是 以后要称破了 你这次创上判错了 就是这个犯犯 他是这样讲的 就是 所以那个 有时候呢 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国经当中呢 还是有很多这个金人王的这些故事 就是有些记载吧 记载吧 你看 专门王身体剧组三十二乡 若有人能 那不是与佛陀物有差别的吗 有 没有这种故事 没有这种故事 因为能着这个 能着佛陀的这个妙想呢 就是非常这个壮严 那个专门王的呢 就是虽然有这个像 但是呢 不太壮严 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看起来 也许是不太好看的 然后这个也明显就是佛陀的这个 呃 这个相好呢 就是非常这个明显 也圆满就是 专门就是 那么这个专门王呢 就是也不太明显到 就是 不太圆满到就是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 从这个方面远远胜的状态 嗯 下面呢 就是讲那个 呃 就是 贤前入情如色解 而后见此谈旨 携带这朵继续后 举止诸者 封闭口 扶此一朝二一朝 俗民端战未逝随 结以兵及及往井 七日七月七年次 这个下面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以前的这个众生呢 就像这个余解的众生 也是就像舍解的众生一样 但是后来呢 就逐渐逐渐 他们生了这个台语的这个执着物 然后呢 有些这个懈怠者呢 就是他就积累这个财产 然后呢 就是他们就互相 就是开始出现了这个争斗啊 就为了这个熄灭这些争斗呢 就是地方就专门这个宣议去过往 众生呢 后来慢慢慢慢造了这个恶业以后 众生的宿命呢 就是从这个五两岁到最后见到这个四岁 最后的这种这个术节呢 就是以这个刀和兵和计划 就是以三个界来迷进的 那么这个呢 分别有七日和七月和七年的事件 从此当中这样讲的 我们下面就在家里面叙述一下 那么初期有什么这个 初期就有转冷王 还是后来才出现的呢 闲前的众生就是他那个初期的时候呢 就是有转冷王 后来呢 就是 还是这个后来呢 就是才出现的呢 他今天这样讲的 闲前的众生及初期的人一样 人类如色节全一样化成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就像这样的这个 就是初期的人 初期的人 那么初期的人呢 就是跟每个色节的人 跟开始的时候呢 跟色节的众生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 全部都是化身的 然后依靠这个僧典性的工作 神体也是化光的 当时出现了如 后来呢 就是当时出现了什么呢 如 行选术语为如 抛开凤米饭的地位 后来呢 就是因为原来那个星辰戒的时候 原来那个星辰戒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大海呢 就是军国多年的这个被风吹动 后来呢 就是在那个大海上面呢 有一个叫地位 就是地位 那么地位呢 就是通过这个动物的吹动呢 就是在大海上呢 就是形成的有一种炮 就是有一种炮 后来呢 因为这个初期的人呢 首先是他身体也有光 而且呢 可以身边幸福的 但后来呢 就是他看见那个地位以后 后来有一个人呢 就是贪执这个美美 而用字简去来放在自己的色头上品尝一下 这个人拍戏也比较大 那个 他就看看这个好吃吧 就是 本来说他就不需要吃什么东西 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但是呢 他可能是这个无史以来 我们终生呢 就是有这个贪执这个事物吧 就是 然后他用这个字简来一点点东西 上到这个色头上就来清唱 其他人也是更要这个学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阳教部长的这个人啊 时间理解的这个人的话呢 特别喜欢学别人 别人穿一个好衣服的话呢 就是你要这个一定要穿这个人 别人操一个菜的话呢 我也一定要从这种方式来这个操 别人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经常要这个去去学他 然后别人这个吃地位的时候呢 就是你也去 更得去这个平常 就是拼美 渐渐的人们由于贪质为导 而是身体呢 就是变得前骨秤动起来了 因为这个地位呢 可能就是对身体里面就是 就像有些人这个吃了肉以后就是爬山都爬不动 就是 然后那个 所以现在还算是这个很多人就少得好一点了 所以那个地位就是吃了以后呢 这个身体原来都是可以在虚空当中飞来飞去的 但现在吃了这个地位以后的话呢 那么就现在就不好 不能呢 就是身体就开始沉重起来了 身体的光也是逐渐消失的无用 正当他们感到非常愈求的时候呢 天空当中刺了而然出现了热热 这是从事的这个福报现前也可以这样说 与这个众生呢 原来是他身体有光 但后来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光消失的时候呢 天空当中也是出现了热热 因为像地位的多少差别 而是人们的这个色彩出现了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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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受到很多好看的 你看你这个人很不好听 是不是地位牛吃啊 实质这个地位不复这个传扎 从此以后呢 这个地位呢 就是也如前一样一模 而出现了一种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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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杜伯伯,然后晚上各的话,第二天早上又出现了, 他原来是这样的,他随便各的时候, 我今天有各完了以后,明天就有中性胜仗, 人们相用又出现相互, 人们互相相用,相互相互以后也是为了相用互相侮辱这个现象, 他又是后来再也复生了,再也别忘了, 也是跟前面一样的孝顺了, 杜伯又出现了自然堂,人们相用是男女根也出现了, 由于相互动作男女根而生起碳语, 因为众生互相侮辱的对这个现象性当中有这样的这种戏气, 后来就是在这个生起碳语,开始做不景形, 其他人看见此种性畏,就是出口恶语, 这种非凡性的话,人们都觉得这是不好的一种性畏, 然后开始继续汇报,还有一些人用仕头,用兔分开始打他们, 这样的时候为了因比这些恶行,于是人们要建造祝祀, 而目的是做非凡性,就这样出现了房屋的概念, 所以人们的这个房屋的缘起还是不太不好的,刚开始的那种, 租在房子里,租最需要的量是造成这个气, 完善相容的话呢,完善可以了,分来方式是, 就是每个人虽然有了房子,但是呢, 你造舍去的租上茅运之道一样,造舍去的话呢, 造舍到台湾去吃就可以了,完善需要的话呢, 完善到南地去吃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是拉到各个的战略, 拉到各个的战略的话呢,还是很麻烦的, 很多人是这个,我们对于商务上的一些东西分的话呢, 就对个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大家都特别对这个事情是这个, 当时有一个蛮多的人呢,就提了一份,明天吃的面粉, 这个面粉可能不喜欢做,我刚才前两天也看了, 那个字可能是刚才已经做了,就是他意思是, 可能这个是刚才那个粮食吧,就是这个粮食的话呢, 它是一个对我们人们种的,就是他自然而然生长的这种道理, 那么这种粮食的话呢,他可能粮食说好一点就是, 那个张文斯是这个去的可能就是明天的意思, 有一个人多的人呢,就是他把这个明天吃的东西呢, 就是今天都拿到这个,当然是明天就是他就上上去吃的肥了, 但是到明天吃的东西呢,就是他就拿到这个, 今天就是他就顿得好了,其他人听到吃的时候,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便之境,于是呢, 就去了七天的粮食就继续起来了, 然后就通过这一天这样的话呢, 我们刚才这次用七天的粮食就继续一起的话呢,就可以了, 结果这些粮食也是变成,早上各造上,晚上现成, 这个时候也是可能是个作为, 翻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将颖, 门上的默契的这个将颖和去世龙大士就这样的话呢, 他们他这些将颖里面这样这样的, 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七天的东西呢,就全部继续起来了嘛, 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粮食的话呢,就是噪声喝完了以后呢, 就是,就是完生就再这个没有这个陷阱了, 就是再不陷了,然后这个完生喝完了以后, 第二层噪声呢,再也没有这个陷阱了, 并且呢,因为他这个积聚了这个七天的粮食的话呢, 就出现一些这个Compie啊,Pick啊,等等, 就是这些呢,原来是在山上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没有这些这个炸炸, 但是现在呢,就是人们把他对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很多粮食都干嘛, 这样一来呢,就Compie啊, 都当到这些炸炸出现了, 人们相互为了分辨而有着粮食, 各自呢,就是对即如山举, 就山上的这些粮食呢,就是全部就是看那个, 谁就是拿一起打一点的话,自己都是对了很多工作, 如此一来呢,于是人呢,开始吐打了, 就是真正的,以为一位像某断言的人作为是这个当地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帐官, 就是作为帐官的主主主。 所以呢,就实在没办法,就会突然越来越这个厉害,就是猖狂, 所以呢,实在没办法,西中呢,就是比较好看的一个过往, 就是现在那个线和不一样的,就是好看的一个人呢, 就是宣账那个线为这个当地的这个帐官。 这样出现了宗经王,这个宗经王我们释迦牟尼库当中也是有的 他是释迦牟尼库的一位,他的这个化身者 释迦牟尼库以前做过宗经王,宗经王的太子叫做光阳王 然后他的太子叫做善王,彼者太子叫做三圣王 彼者杖子叫做张经王的,丁上出生了一个丝毫无顺的这种入女 荣流当中就是出现了,所以就叫做定生王 他们都是通知四大部队的专门王,也叫做维西亚王 此后由于人们争被不造善业而视宿命渐渐的变弹 最后人属也最长的治愈十岁 易墙的患 crowded Patienten的人 。 解放相距离的 我和。 齐厅 进入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